好 當然明年2024就要選舉了 所以我們來檢視 執政黨的居住正義三支建 其中一項是8年 新建20萬戶社會住宅 但是7年過去了 截至今年4月底 達成率只有60% 那麼就來看 以雙北市還有高雄市來看的數據 台北市在柯文哲任內 新辦了20429戶 那麼在新北市部分 包含規劃中的案件 一共新辦了8837戶 另外是在高雄部分 達成率只有24% 這是6度當中最低的 不過目前讓專家更擔心的是 租金普遍偏高 恐怕還是很難符合社福宗旨 我們現在看到的房型是三房型的 屬於家庭室的入住 一個是套房室 兩天廁所這個部分 一進門只有大片窗戶 加上寬敞的方正格局 三房加上衛浴 成為社宅熱門登記選項 一開放申請 舊報額 目前入住在80% 每個月都會有新的住戶入住 以台北市的社會住宅量來看 前市長柯文哲任內 一共新辦了20429戶設宅 預估到2030年 可以達到22000戶 這也是北市府新建的社會住宅 可以看到旁邊這一區 還在施工當中 預估年底就能完工 從地方到中央 社會住宅都是重要的政策之一 所以新建的進度 都備受外界關注 像今年度我們也會開工 四處的720戶的設宅 也會完工六處的設宅 朝這個5萬戶的目標為邁進 那我們會透過多元的方式 來取得社會住宅 像校舍或者是大眾運輸的 開發的一些分回的土地 來作為社會住宅的基地 另外我們也會透過都市更新的 這個獎勵的分回的土地來作為這個設宅 而新北市包含規劃中的案件 一共侵犯8837戶 對照目前中央規劃的3.3萬戶目標 還相距甚遠 根據社會住宅推動聯盟數據 高雄市的設宅目標達成率只有24.5% 在6都排名最低 如果真的可以提供使用 大概就只有10萬出頭 跟預期目標20萬 還是有點落差 那因為現在的設宅的需求 大概會到50萬 50萬戶 所以我們如果要跟世界各國來比的話 那其實還是有一點距離 那用10萬戶來算 我們現在的所有的戶數 大概700萬戶 那要跟荷蘭 這種社會主宅國家來比 那就差很多 因為他們有到了60到70% 另外中央制定的居住正義三支 減其中一項就是8年 新建20萬戶的社會住宅 但以今年數據 4月底一共73222戶的社會住宅 加上包租貸管66910戶計算 目前達成率只有大約6成左右 進度也落後 地方政府他們可以依照他自己的需要 民眾他當時對於這個設宅的需求性 有差異化去做這個設宅的刑件 中央主要的政策也很簡單 他可能找到這是國有地 對他們來講是最簡單的 中央蓋好之後呢 他們可能也沒有人力去管 所以他都會希望地方來幫他們管理這個設宅 那這時候常常會發生一個衝突就是 中央蓋好地方不相關 那最後就必須要有一個管理機制出來 未來龐大的設宅都蓋完的時候 那中央有沒有辦法去管理在各都的這些社會住宅 社會住宅用意是讓有需求者可以以低於市場價格成租 但專家也點出目前社會住宅反倒在充量充品質 價格反而不能真正符合社會福利 現在設宅一直在評選 誰是最好的 最棒的 最科技的 在內湖的那個設宅 科技化少一點就可以進去了 可是這個叫社會住宅 大家都很羨慕住宅裡面的人 我們可能我們的所得可能比他還要低 可是我們抽不到 可是我們這種設宅是真的要給民眾使用的嗎 還是說他只是個吸引人家的社宅的血統 那後來大家都變掉了 全部的社宅都要比誰做得比較好 所以我們現在到底是在蓋豪宅還是在蓋社宅 那很多的弱勢者他可能還是嫌住金太貴 那這個就不是社會住宅 要落實居住正義恐怕不僅僅是加快社宅的興建速度 還要優化整體配套措施才能實現社會住宅的初衷 TVB新聞 余世翰 中德龍 劉宜君 台北 蔡芬無道 當然辛苦賺錢很多人的目標就是想要買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 但是聯電的創辦人曹新成他有不同的看法 他認為年輕人硬發心把錢拿來充實自己增加能力 改善了薪資之後再透過投資錢滾錢最後才會是買房子 他認為年輕的時候買房是最糟糕的理財方式 但這個說法一出在網路上面引發了正反的聲浪 有人認為說繳租金不如繳房貸 不過也有人認為光是投席款的錢都拿不出來了 然而現在在中國大陸 年輕人甚至盛行躺平主義也就是不結婚 不孫子不買房也不買車 我是不會快樂的永遠都不會快樂 好滿看我的身後 身後是什麼 身後是光明 哈哈哈哈 喉脆脆的躺平言論說中許多年輕人的心聲 維持最低的生存標準 無欲無求放下昔日狼性實行躺平主義 是當前大陸年輕世代的寫咒 中國大陸大家之前給大家感覺中國大陸的年輕人 我們講說很狼性 就是他會在職場上求表現 工作上求表現 然後會非常積極 但是這幾年你可以看得出他整個這樣的情勢 有很大的一個改變 一方面中國大陸年輕的稅率一直在飆高 再加上現在很多的中國的年輕人 他慢慢有個新的思維出來了 他覺得我幹嘛要那麼拚 我覺得我工作沒有需要那麼努力 產生一些很奇怪的現象 那會讓這種奇怪的現象 會讓年輕人變得很不務實 那這種不務實的想法的情況底下 我如果沒辦法跟那些所謂的成功的人一樣 一夜致富或者是很快的累積財富 我就不想努力工作 中國大陸過去三年的清零防疫政策重挫經濟 失業率攀高 其中16到24歲的青年 4月份的失業率來到20.4% 等於每五名年輕人當中 就有一人沒工作 面對求職不利 自我放逐的躺平現象 也在許多亞洲國家出現 中國大陸年輕人躺平主義盛行 而在我們台灣也有不少年輕人自認是躺平族 在高房價低薪物價不斷上漲等因素下 對未來不再有期待 選擇不結婚生子自己過得開心就好 不過在台灣真正能夠躺平的 多數是出生後無後顧之憂的青年 我現在下班就只想打電動 我也不想要幹什麼 因為這是我本人的興趣 住在台南33歲的朱先生 父親是退休警察 母親也有穩定工作 每月賺的錢只要維持自己的基本生活 開銷就可以 平日在餐飲店兼職 沒上班時就窩在家中打電動 儘管每月只賺一萬二一萬三 但也夠養活自己 活在當下自主決定喜歡的生活 因為對他而言 就算努力累積財富也買不起房 但幸運的是 家中有房產可以讓他繼承 我也不避諱地講 就是有房子可以秤 可以省房租 一個月外面租六七千 這樣省 現在上班族平均的年薪大概是50萬 就你會覺得說你存了好久 10年20年好像也買不起房子 如果你只靠自己的話 就沒有家人支出 很無力 不只朱先生 從內政部的統計來看 放棄買房 但有房子可以繼承的躺平族逐年增加 而六都當中 佔比最高的就是台北市 達到29.4% 等於每三筆住宅一轉 就有一筆是繼承而來 比如說在六都 你的爸爸媽媽或長輩有房產的話 或許某種程度上 也會讓你比較容易變成躺平族 爸爸媽媽覺得說 反正家裡還有一個房子在 或是長輩覺得說家裡還有一些房產地產的話 其實你也不用真的這麼在意自己在職場的一個發展 衍生成會比較極端的就是躺平族將 對生活很多東西都無所求 年輕世代對大環境感到失望 被低薪高房價高物價壓得喘不過氣 選擇躺平成了他們消極反抗的一種生活方式 TVBS新聞 言人生 劉彥宣 台南台北 採訪報導 然而結了婚 生了小孩 要面對3C時代更要小心 家中孩子是否出現了手機成癮症 根據統計呢 有高達6成2的家長認為 小孩有手機成癮 甚至有一半的家庭 因此發生衝突 松鼠阿姨說什麼 說請問你的媽媽在家嗎 陪女兒在家中念故事書 玩玩具 從中找樂趣 吸引孩子的目光 我覺得沒有辦法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這時候就只能 就是讓他在沙發上看電視 他才可以乖乖安安靜靜的 我才能好好地煮飯給他吃 不然就是他會一直想要 就是你陪他 非不得已才搬出3C救援 但對於小小孩而言 手機裡有各式各樣 千奇百怪的圖像和聲音 一旦握在他們手裡 就很難撤離 免不了要經歷一番親子對戰 我們拿走 這樣子 先關起來 那待會再給你看好不好 待會給你看好不好 畢竟就是我也是第一次帶小朋友 所以我那時候也是上網做蠻多功課 就是你可以怎麼去讓小朋友 在聽故事之中 然後發現你講故事是很有趣的 就是你要去學著跟他互動 像我還是大概去上音樂課啊 孩子的時間該如何有效利用 其實取決於父母能騰出多少時間 若能陪伴孩子學習 增加互動 讓孩子誤出興趣 就能降低3C在生活中的占比 也能維繫親子間的關係 但這些習慣也必須從小養成 你雖然這樣口頭上限制 但他不見得會聽你的 所以我們現在 其實我也就是 很猶豫說要不要給他手機 但是其實我覺得大了 手機感覺也是很必備 因為畢竟你要找小朋友 然後或者是 你擔心他的外面一個人 你還是需要有管道可以找到他 畢竟一帶孩子對手機成癮 要借就是難度加倍 對於學習中的學生而言 手機也可能成為他們 求學階段的絆腳石 有說好 然後就是寫完功課 加上把家事全部做完 然後幫爸爸媽媽做事情 然後就10分鐘 大概在7點到8點左右 有幾天就是耍賴 就直接處罰說 然後就是明天不要玩這樣 有沒沒收兩次 假日的話是沒有 就是他慢慢不會管 但是如果平日超過時間的話 我爸爸會直接沒收手機兩天 那我就會覺得說 只是超過一點點 應該沒關係吧 大多家長都與孩子約法三章 達成共識並且嚴格執行 更重要的還有以身作則 畢竟過去就曾經發生過 不少家庭悲劇 是因手機引起 過去有北市議員做了2023年的 兒少手機問卷調查 其中有851份的有效問卷 其中顯示了有62.2%的家庭當中 認為小孩是有手機成癮的問題 而另外還有49% 也就是將近一半的家庭 曾經因為手機起衝突 問卷當中包含國小 國中高中以上的家長各佔三成 六都家長則佔86.2% 其中有8.5%的孩子平均一天手機使用超過八個小時 而大宗達到52.3%是使用一到四個小時不等 而大部分大家都是拿來觀看影片 我們就會做一個手機的管控 那有所謂的養雞場 然後就是說就是幫他們充電 然後放學後可以跟父母親聯絡 因為小朋友他也會是要有社會化 但是就是說你這個都不懂的話 他可能會變成沒有朋友 所以也是要會有一些話題 一進校門市長就能嚴格管控 但回到家就必須由家長把關 其實孩子使用手機 也正是因為他們覺得在家不有趣 和家長沒有話題 這也是家長必須認清的現實 比如說現在在吃飯 我們也可以交給他營養教育 然後餐桌的禮儀 或是怎麼樣應對進退 像我學校就有所謂的閱讀家庭 那也有所謂的建牙家庭 就是說家長一起來做 一起跟小朋友一起看書 然後一起大家來保健牙齒 這個都是親子互動的很多方式 培養親子間的共同興趣 或是了解孩子的想法拉近關係 一旦生活中的人、事、物、虛偽性提高 就能讓孩子放下對手機的依賴 TV北新聞 盧洪昌謝丹慈 新竹台北報導 好 不過有些山盟海事 也只能選擇放下了 針對柯文哲和郭台銘在金門看海 王世堅斷言 郭柯配機率很低 因為柯文哲的支持主力就是青壯年 偏偏青壯年 在看企業大佬的時候 他們就認為企業大佬本身 就是掠奪者的代表 再加上郭台銘的個性 不可能屈居副手的角色 因此這山盟海事 似乎只能存在在記憶當中了 而王世堅今天出席活動 被問到明年選營 要再跳一次海嗎 他說生命成可歸 有王世堅就有海 有海就有王世堅 那這個小屋就可以掛在帽子邊這樣 信賴台灣堅定向前 只是現在民進黨面臨性騷擾案 連環報恐怕也讓不少支持者 無法再繼續信賴台灣 我覺得最不可忍受的 就是這種性騷擾案 怎麼可以任由性騷擾 發生在職場上 尤其是發生在這個職場 是在我們的中央黨部 關西人 導演輝哥 時任青年部主任蔡慕霖 現在都找律師喊告 更讓王世堅認不住開槍 但說的再多 畢竟身在綠營 性騷擾案破口 更讓對手抓緊時機 過去自詩為民進黨良心的 王世堅議員 這一次真的非常的民進黨 我想正義不是他在說的 正義是應該用做的 我相信對民進黨譴責 失去信心 只是一時的啦 因為民進黨還有那麼多 好的政策跟理想 性騷擾案造成了危機 讓主打的民主進步 恐怕選情還是得退路 TNB的新聞 謝謝西張柯台北報導 根據美麗島電子報 最新民調顯示 柯文哲支持度 已經超越侯友宜 對此國民黨中評委張亞中認為 柯文哲只要起飛就很難打 國民黨要贏 目前只剩一條路了 鄉親要來請教作恨 好2024大選藍綠白已經是各就各位了 不過雖然說各就各位 但是民調呢 我們來看到發生了一些變化 像是在最新的 這個一份民調當中就顯示說 新北市長侯友宜 他是下滑到了18% 反而是被柯文哲給敲敲了 柯文哲來到了25% 那當然在這份民調當中 賴清德還是稍稍領先是35% 台灣民意基金會的董事長尤盈龍就說 這對侯友宜來講真的是一大隱憂 因為這顯示說他在半年內 他的民調就下滑了20% 就形容過去其實沒有類似這樣的 總統參選人出現這個狀況 那當然一部分的原因 還是因為現在郭台銘 他持續的還是相當態度的曖昧 那當然內亂也引起黨內的一些紛亂 再來是選民可能對他很多的答案 沒有直球對決會感到一些失望 不過又分析說 其實在三個人的部分 都各自有自己的隱憂 像是張亞中他就說 柯文哲的部分他當然優勢是 他常常針扁時釋這樣的風格 還有他是外科醫生出身 所以他的從政也是快很準 一旦他氣飛了這個整個氣勢 恐怕真的非常難以抵擋 這也成為了其他陣營 要特別留意的事情 而侯友宜他未來要勝選的話 主要還是要打團體戰比較有機會 再來是加強系統思考能力 還有在賴清德的部分 認為是他的個性 可能相對來說是比較悶的 他也不是這種民粹魅力型的領袖 這跟侯友宜的部分 同局性可能是比較高的 所以像張亞中他就說 如果到了9月份 侯友宜他的民調還沒有起色的話 恐怕就得要重想這個整個作戰的方法 好 不過侯友宜的進總主委 目前還是從缺 原本被黨內力拱的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表示 他和侯友宜的團隊不大熟 要磨合是不大容易 反而推薦可以找郭台銘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一直都被視為 藍營中南部勢力能整合的key man 但王院長速度婉拒接任 侯友宜進總主委 當前秘書長挺侯彥席上幫勸進也無果 而侯友宜也確實親自找過 但王金平仍然認為有更適合人選 而這最高名的人王金平做求給關公兄弟 該支持的會支持 但和郭台銘的結結鈴還需細鈴人 像柏大衛當然不能只靠自己 黨也陸續開始支援前線 為了處打年輕選民 青年團也出招 這青年小智庫會海選青年提出的政策 包含兩岸外交 能源 教育 居住正義等等議題 經過評選後會提供給侯團隊參考 並入政策白皮書 比如說要談到能源議題 只要你是理工科的背景 那你對這方面有相關專業的知識 願意來跟我們分享的話 那也很歡迎大家共同來提供你寶貴的意見 自然這海選無獎金 但能加深侯與青年勾連 畢竟年輕人現階段或許就跟王院長一樣 對侯友宜不太熟 對侯友宜不太熟 對侯友宜不太熟